就读洪框科技大学食品科技系四年级的许元芳 在大二大三就考到烘焙级中式面食的以及证照 有感于食安议题越来越严重 为了更了解食品的化学知识 因此他决定要跨组考取化学以及证照 靠着不断复习和请教师长 最后总算顺利考取证照 如今还没毕业就手握三张证照 也成为他未来踏入就业市场的最佳利器 镜头前开心秀出三张证照 这位就读食品科技系四年级的许元芳 在大二大三就考取到烘焙及中式面食的以及证照 因为有感于食安问题越来越严重 为了更加了解食品的化学知识 于是便决定要跨组考取化学以及证照 虽然我比较喜欢烘焙 可是我觉得化学就是科技组的东西 就是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就想说去尝试看看能不能考散 就是食安问题很严重 也就是现在很缺食品技师 就是有关科技类的东西 想说去考到应该对未来也很有帮助 也因为是跨组学习 因此许元芳在一开始上课时都听不太懂 但靠着反复练习 不懂的就去问老师 逐渐抓到药领 最后也顺利拿到化学以及证照 如今还没毕业就手握三张证照 不仅成为他踏入就业职场的最佳利器 未来也希望能够把这项烘焙手艺和家人分享 这也算是一种成就吧 就是既然可以在学生的时候就先考到这么多证照 那就先努力取得对未来也很有帮助 如果可以在家做东西给父母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练习机会 然后也可以把我所学的技巧 通过这个蛋糕然后传达给妈妈 我对他的爱然 学校表示 以其证照录取率大约落在两到三成左右 具有一定难度 而许元芳同学的成功范例 不仅成为学习典范 也让自己的未来就业更加分 谢谢陈伯瀚 台中藏不倒